不得了一点 改话说是一个很准备的改话说 非要一说来要加分证非要两个人来电子嘛 他去了 那最后这个房子写了谁的名字 两个人的名字 他又没有出钱 出了一百块钱 就加了一个名字啊 一老黄子 几十万的黄子拿一百块钱出来 说了那很小气的把钱管得很紧 我还跟他这样说过 我说一百块钱 我现在还你一千万钱 我说把这个名字给你足迹 他怎么说他怎么跟我说 现在不是这样说话 我跟他讲了 我说你可以不签我的名字 你讲过这句话 有这个话 今天我跟他两个人又不会坐到这里来 你知道吗 你可以说这房子我不写名字 你可以不签这个字的 一样可以买这个房子的 我不懂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说 如果那个改话说不要他的名字 我可能也不会跟他一样 我也要注意自私的模式 我在他身上已经拆了很多根头 我说的说实的吧 你现在数字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你都是在书目的乱说话 我吸引的乱说话 我白的凶 你说这个 你拿着这个十多万 不然我给你这个钱 我都没有跟你去算这个账 我也就没有问你这个事 你就认为这个事情是你的失望钱 毕竟我们是在开场 我们是一个加工厂 是我们在一起的 刘先生说 妻子买房所用的私房钱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房产证上加上她的名字 无可厚非 对于眼前这个结果 蒋女士心里虽然一万个不痛快 也只能认 真正让她愤怒的 是丈夫在房产加盟后的态度 这几年的房贷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的房贷 她什么都不问不误啊 她还在外面到处这样说 她有本事买房子 她又有本事也房房贷 我说我买这个房子 我希望她跟我一起 把这个房子装修 让大家小孩子 我们大家多住都舒服点 但是这房子是我一个人买的 毕竟我一个人也承担 她这个乱说她自己有问题啊 蒋女士感觉 丈夫分明在空手套白狼 光捞好处不愿付出 可刘先生认为 房子是大家的 没必要计较谁还的房贷 况且他们家真正的问题 根本不在于房子 而是另有原因 说到底 妻子才是自私的那个人 你现在就是都在围绕着这些财产 这些东西钱在赚 问你都是奸脸之类的 我不论为这是财产 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价值观的问题 因为他的思想啊 就要他自己 连自己亲生的小孩 他都不要的 从来都不关心的 我儿子三岁的时候 把他放到西山文我学校 在那里没读书 天天在那玩 他认为这个孩子是老师叫出来的 他说我放了钱呢 他不会叫老师会叫啊 后来到了十岁的时候 我实在没办法把他拉回来了 他现在很内向 很少跟他说话 就是跟我说话 一发起脾气的就很急的 他的思维都是走负能量方面的 说他的话就是 就是 就拿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吃饭 我们每个人都做父母 都有小孩 一回去的时候就会问 宝宝啊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什么 但他没有 从来都没有过 这么多菜 你吃啊 我都能吃 你们不能吃吗 威尼你拿了多少钱给我 我女儿现在也心理内向 现在前两天 他不是心理内向 那个女孩子懂得社会 他现在不想找男朋友 这跟你们有什么 跟蒋女士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看到我们经常吵架啊 他就是看到很恐怖啊